1998年8月7日下午1点30分 长江中下游传来一个震惊国人的消息 守护江西九江城市的长江干地发生管有 洪水将城墙冲出长达60米的飞后 淹没无数旺乌 42万居民危在旦夕 紧要关头 人民子弟兵跳入滔滔江水之中 以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生命防线 与此同时 刚刚回归祖国一年的640万香港同胞也迅速行动起来 8月14日 亚氏与香港有限电视台 联手举办了长江灾情告急赈灾贩卖会 当天成龙拿出了自己秀的珍珠和包子爱心意外 梁朝伟等争夺明星也相继登台献衣献宝 杨岚的丈夫 神人亚氏营运总裁的吴征 还呼吁各界放下成绩 尽到各自的社会责任 节目播出当返 就筹集到1,070万港元 一天后 无限电视台举办了 齐心同行长江水赈灾大行动慈善晚会 整场节目自15日8点35分开始 至4日凌晨3点结束 全称接近7小时 期间 众人为筹款使尽浑身解数 一碗加辣面条 换1万港元捐款 女艺员们个个都吃得眼泪汪汪 表演喷水及沙包时 艺人们更是要顶住强力水压 搬运沙包腐堤 不过他们的努力也没有白费 晚会最终筹得3000多万港元 其中邵义夫个人捐款500万港元 动画三选及人际一卷 各捐出200万港元 中银集团捐出100万港元 香港电讯公司不仅捐出了善款 还免费提供了100条捐款热线 此外 香港政府和洪志资会等团体 也发起了救灾筹款活动 截至98年底 香港各界共向大陆捐出6.8亿赈债款 几乎是其他国家和地区 向中国捐款总数的一倍 你看过这档敢做敢说的宝藏节目吗 1998年的公益金开心大赏托节目中 刘德华 张徐友和许志安 一起玩家料美食游戏 朱生神殿下给美人头上发了一张扑克牌 三人需在接牌前 以此给面前食物加调料 最后有点数最小的人吃掉 起初刘德华不敢吓中手 沈殿下便出言相机 吓得张徐友马上接话 但沈殿下不为所动 看歌神撒料谨慎 直接就自己伤了手 花仔赶紧用手按住他 才没让意大利面变成咸菜 食物转到许志安面前 沈殿下不顾对方阻拦 在面条里加了一大勺黄芥末 尖庄三人也放弃了抵抗 一面彻底沦为黑暗料理 开排后点数最小的歌神直接傻眼 但十年下没有因为对方的名气而放水 还亲自搅拌均匀 为给了想要帮忙分担的刘德华 一盘又咸又辣的一面 最后吃得一赶而尽 自己被整扑扑说 上这个节目的艺人还会得罪人 有一次转盘问答环节的题目是 说出传闻中娱乐圈的酒杯整容艺人 谢霆锋大意灭心说 爸爸谢谢拉火皮 洪天明爆料 修处真领了下巴 陈慧山又提到 正义灵狂龙兄 女生越个调侃 之后几人又陆续采出 张曼玉成牙 跨美云消股 张旭有抹皮三条酸粉 但在谁割了双眼皮的问题上 产生的巨大分歧 还是沈殿侠给出提示 周星驰的双眼皮得到官方认证后 卢文的脸也惨遭质疑 沈殿侠又提示 有人抽过纸 不知道吴金如看到刘凯 为这月月欲试的表情 会是什么心情 不过沈殿侠可不止拿同行开玩笑 他连自己的痛处也不放过 有一次干脆拿自己害怕的事情来提问 答案里赫然就有 怕女儿像自己一样胖 和遇见前夫郑少秋 为了提高收视率 筹到更多公益金 真的是拼了 你还知道哪些慈善节目的名场面 欢迎留言讨论 关注TVB大案馆 观掌在你了解很多TVB幕后的故事 你见过男艺人当场提光头 来为灾民筹款吗 1998年的齐心同行长江水 正在晚会上 去日王子韦俊杰 被给内地酒吧大洪水中的受灾同胞筹款 决定当场提光头发 他的原定理发师 是年轻的天王刘德华 但华仔担心自己会弄伤对方 十分紧张 后来就改为华仔唱歌注信 众人齐动手 最后这个即兴节目 收到了25万港元捐款 天王迪明也演唱了一首 《我这样爱你》 每句歌字都能听出爱心 当天的晚会 在百位艺人齐声合唱的《涛涛千里心》中 拉开帷幕 从15日晚8点35分 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3点 全称近7个小时 乐剧演员《红线女》 带来了新作《一海疏怀》 抽策50万港元 王妃演唱了歌曲《人间》 灵动的声线 饱含着后来再未听到的深情 梅艳芳的相思河畔 歌声离人不说 舞姿也很赏心许目 除此之外 郭富城 谢霆锋 郑一剑 陈惠林等人 也带来了歌曲表演 TVB还找来热播剧 地道特性的主演 郭锦安 潘之地 以及姚乐宜 梁雪梅等 八位颠簸少女到场助阵 当年的港姐三甲 向海岚 赵翠义 吴文新 以及国际金山小姐音笛 也来到了晚会现场 呼吁更多人参与捐款 他们其中的一些人还主动请兵 参与了五日后 人民大会堂举办的携手 珠上成大型赈灾一眼 黎明和王妃就在那场晚会上 喝唱了一首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